男人上车准备回家 就在汽车发动的瞬间 一只老鼠从脚下溜走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透过后视镜发现一群老鼠正爬进车内 紧接着下一秒 男人身上已经爬满老鼠开始疯狂啃咬 男人大叫着挣扎逃脱 但老鼠越来越多为时已晚 第二天一早 一名胖姐发现车子里有些异常 走近一看当场吓尿 车里竟然是一个被啃食殆尽的尸体 就在昨晚 一场地下音乐会吸引了无数俊男亮女 嘴里一口同声地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在大家的呼喊声中 邋遢猫出现在众人眼前 开始了他最富激情的表演 随着音乐的响起全场瞬间沸腾 与此同时另一个房间内 四名音乐生在教室里排练小提琴 他们即将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音乐大赛 而他们同时也是邋遢猫的粉丝 可音乐老师太过严格 甚至让他们通宵练习 四人无奈错过了邋遢猫的音乐会 老师说完准备下班开车回家 没曾想尽遭受鼠群的围攻 第二天一早尼克和老黑赶到现场 此时车内还有几只老鼠正在啃食尸体 这场景让老黑差点把早饭吐出来 就在警员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无数老鼠从车内蜂拥而出 此时老吴在树丛中发现一些笼子 上面有着盖阁害虫防治中心的标志 并且查出昨晚最后见过老师的有四名学生 于是两人对这四名学生进行调查 可经过盘问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其中一个富二代突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罗迪 可因为罗迪经常打架 就在几天前被学校除名 而罗迪的父亲正是一名灭鼠员 得到这个消息 尼克两人立刻赶往罗迪家 虽然罗迪家境贫寒 但在音乐方面却是天赋一禀 就连笼中的小老鼠也是听得如痴如醉 正当尼克想了解一些情况 罗迪的父亲突然出现 对警察的到来表现非常不满 当罗迪知道老师死亡后非常震惊 罗迪父亲以为警察将他儿子当成凶手 情绪非常激动 就当老黑抓住罗迪手腕时 突然显出了原形 居然是只老鼠 话没多说直接向老黑动手 结果被两人轻松制服 罗迪认出了尼克格林的身份 把腿就跑 以为格林是来猎杀自己的 尼克追上后表明来意 自己只是以警察的身份 想了解一些情况 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可罗迪并不相信尼克 刚想动手 结果被一拳打回了人形 尼克表示自己只是以警察身份来调查事情 并不会伤害他 此时罗迪才放下心来 回到警局面对老黑的询问 罗迪父亲坚称自己和儿子不是凶手 那些鼠龙两天前就被偷走了 自己也抱了解 可警察并不会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就因为自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 儿子的音乐天赋也被无视 在学校也受人排挤 本应属于他的音乐比赛也被老师给了别人 凭借这一点老黑认为凶手就是罗迪父子 可这时老吴带来了调查消息 地下舞会的老板可以证明 案发当晚罗迪确实在现场演出 所以罗迪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可他的父亲因为袭警只能暂时留下 另一边法医通过检验又有了新的发现 老师的真正死因是心脏病 病发后才被老鼠啃食 而在那天抓不到的老鼠体内 发现一些残留的纤维 而这些纤维和死者身上的衣物完全不吻合 怀疑是某种高级车辆的内饰 此时罗迪被放出来后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了一栋别墅附近 就在这时一辆红色跑车来到了别墅前 看到跑车罗迪兴奋地显出了真身 悄悄地来到身后 女孩名叫萨拉是罗迪的女友 由于父母嫌弃罗迪家境贫寒 迫于压力不得不选择分手 而现在却和富二代在一起 就在两人交谈时 被女孩的母亲看到 直接把她轰了出去 无奈罗迪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老黑这边调查到 那些彩色纤维来自一些高档汽车里的毛毯 而在那些学生中 只有富二代才开得起这种豪车 晚上尼克找到大表哥老罗 因为罗迪对格林非常抵触 希望他能去帮忙和罗迪好好谈谈 老罗对鼠怪多少有些了解 他们生活在食物链最底层 经常被人看不起 而罗迪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乐手 于是同意了尼克的请求 列里尼克刚一进门 听到厨房里传来男人的喘气声 只见一个男人撅着屁股钻进了冰箱 就在男人转过身想抱怨手指被割伤时 被眼前的格林吓出了原形 罗迪在家里正练习着小提琴 突然接到警局的电话 他的父亲因为拒捕而被打伤得了脑震荡 并且两天之内禁止探视 罗迪瞬间心态爆炸 一路之下在家里乱砸一通 将笼子里的老鼠全部放了出来 一把火点燃房子后 带着他的老鼠大军展开了复仇计划 第二天卡特三人都收到了拉他猫的邀请函 看到是偶像发出的邀请兴奋不已 立马开车过去 三人刚走尼克和老黑就找上门来 经过搜查 果然在卡特的后备箱里 发现一张被啃咬播的毛毯 并且还找到几粒老鼠的粪便 这下证据确凿 但是卡特的父亲也不知道孩子去了哪里 就在这时老黑接到电话 罗迪家发生了火灾 感到地方发现已经烧成了废墟 可所有笼子里没有发现一具老鼠的尸体 尼克担心罗迪会做出傻事 赶忙来到萨拉家 可萨拉的母亲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尼克在他手机中看到短信 这才知道他们去参加了邋遢猫的音乐会 另一边愤怒的罗迪来到仓库戴上头套 用小提琴演奏音乐控制小老鼠躲起来 当四人来到仓库时 发现里面除了他们四人没有其他人 以为是自己来找了 此时罗迪停止了音乐 利用变声器揭穿了卡特的恶行 此刻萨拉才意识到罗迪说的都是真的 说完邋遢猫再次拉响了小提琴 数以万计的老鼠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谁之三的诺夫竟丢下萨拉逃跑了 罗迪见状立刻停下音乐 危急时刻老黑利用枪声下退鼠群 尼克急忙上前就下了萨拉 而罗迪独自一人落寞地离开 此时四个熊孩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交代了整个事情经过 他们原本只是想利用老鼠教训一下老师 然后嫁祸给罗迪 没想到会闹出人命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要 做了错事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尼克找到了蜷缩在阴暗角落的罗迪 尼克并没有逮捕他 毕竟没有人员伤亡 可老黑犯难了 他该怎么向上级写案情报告 总不能在报告上写少年 用音乐控制老鼠行凶吧 说完尼克随手递上一盒披萨 估计老黑这辈子都摆脱不掉老鼠的阴影 晚上老黑在酒吧遇到了艾达林 为了报答之前的救命之恩 艾达林主动邀请老黑共进晚餐 老黑当然乐意 而就在此时警长正注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男人正跟着电视作件身操 结果用力过猛 一不小心把亚铃丢出了窗外 就当他出来捡亚铃时 突然一声巨响 一回头 家没了 看到这一场面男人倒是非常镇定 赶忙抽了一口滑子鸭鸭精 消防人员忙活了一夜 直到清晨才把大火扑灭 尼克和老黑也来到现场 不过阿勒的心事真大 房子被毁他并不关心 反倒是关心一张唱片 还有废墟里的漫画 就在尼克想询问关于爆炸的事情时 发现阿勒竟是一只狼人 不过就是长相有点呆萌 和他粗犷的外表严重不符 经过了解才知道 阿勒的哥哥家就在上个月也发生了爆炸 但是他的哥哥却没那么幸运 当场被炸死在屋里 兄弟俩的房子都发生爆炸 这让尼克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回到警局 阿勒像没事人似的给朋友打电话 兴致勃勃地讲述房子爆炸的宏伟场面 感觉不像是他家爆炸一样 另一边一个神秘人 骑着炫酷的机车来到阿勒家 他似乎可以嗅到 常人发现不了的线索 顺着地上散发的味道 来到一处管道前 断定这起爆炸绝不是偶然发生 看着沙发上的全家福 头盔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警局这边来接阿勒的朋友也到了 没想到竟然是老罗 两人一见面 阿勒就给老罗来了一个举高高 尼克上前想问清楚两人的关系 就在两人离开前 尼克提醒阿勒最近低调点 很可能有人会再次伤害他 并且让阿勒寄宿在老罗家 老罗一听瞬间无语 两人走后 尼克和老黑找到调查员奥森 通过奥森描述 阿勒家是因为线路老化导致天然气爆炸 而他哥哥家是因为老鼠咬坡电线引燃天然气 所以这两起案件都是意外 不过尼克认为兄弟俩的案件太过巧合 感觉像是人为造成的 尼克发现曾经有保险员向奥森询问过案情 猜测这个案件很有可能跟巨额保险金有关系 于是决定再找阿勒聊聊 晚上尼克来到老罗家 刚想下车 突然车窗被砸破 紧接着被扔了出去 就在女人想对尼克动手时 这才发现眼前的男人竟然是格林 当时就被吓得连连后退 听到动静的老罗和阿勒赶忙出来 阿勒赶忙解释女人是自己的亲姐姐 同时也是老罗的前女友 原来她是狼族中的红太郎 不过仔细一看狼姐还挺漂亮 回到房间狼姐情绪非常激动 她搞不懂明明狼族和格林是死敌 为何老罗和尼克会成为朋友 甚至不明白 此时为何三个怪物会和一个格林同处一室 对于尼克的身份狼姐叨叨个没完 甚至差点动手杀掉她 尼克不想过多解释 只想知道阿勒和他哥哥的保险受益人是谁 原来阿勒哥哥的受益人是阿勒 而阿勒死后的受益人正是狼姐 尼克的直觉告诉自己 狼姐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这脾气简直太火辣了 不过狼姐说案发当晚自己在一个朋友家 此时老罗也愿意担保 狼族永远不会伤害自己的亲人 出门后尼克注意到停在外面的摩托车 立刻让警局调查这个车牌号 随后尼克来到房车 想多了解一些关于狼人的信息 果然书中记载狼人的弱点在后腰 就在这时同时打来电话 通过摩托车牌查到了狼姐的住址 尼克立马过去查找线索 到了地方发现门是开着的 于是准备进去调查一番 就当拿起桌上的相片时 突然身后遭到袭击 另一边阿勒刚睡着 狼姐就开始挑逗老罗 常年单身的老罗哪受得了这种诱惑 最终感性战胜了理性 两人留下阿勒钻进了小树林 兴奋的老罗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 一阵激情追逐后开始放飞自我 第二天一早醒来的老罗发现自己和狼姐的嘴上满是鲜血 就在疑惑的时候 发现旁边不远处有一只兔子的尸体 看样是昨晚玩得太嗨 不小心释放了狼的本性 另一边熟睡的阿勒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以为是自己点的猪排外卖到 于是兴奋地打开了房门 谁曾想一个枪口对准的自己 很快警察封锁了现场 经过勘察 凶手手法干净利落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这时刚做完体操的两人 看到房子周围拉满了警戒线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昨晚还好好的弟弟竟然被人杀害了 悲伤与愤怒让红太郎再次显出言行 尼克也被他愤怒的样子给吓到了 此时老黑提醒尼克红太郎身上有血迹 回到警局老黑对红太郎展开调查 凭借他衣服上的血迹怀疑他就是凶手 红太郎的暴脾气远近闻名 一路之下脱掉上衣甩给了老黑 很快化验结果出来了 衣服上的是兔子血 老罗也承认自己一时没把控住破了截 此时尼克告诉老罗昨晚在红太郎家里 被一神秘怪物偷袭 并且提醒老罗要注意安全 狼姐被释放后回到了家里 通过物理残留的气味 变出了凶手的身份 另一边狼姐找到了老罗 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为哥哥报仇 而老罗想都没想果断拒绝 认为这些事应该由警察去解决 听到这些狼姐认为自己爱上了一个懦弱的人 带着抱怨独自离开 另一边老黑通过狼姐的指纹调查到新线索 两年前的一宗兄弟谋杀案 调查员奥森竟是两名死者的亲兄弟 很有可能这是一场家族世仇案 尼克立马找到了奥森 故意说出两年前的那宗案件 奥森情绪激动 瞬间显出了原形 尼克再次来到老罗家 告诉他狼姐在两年前杀死了奥森的两个兄弟 而老罗却并没有感到惊讶 他知道狼人与猪妖的世仇夙愿已久 每只猪妖的死都会怪罪到狼人身上 哪怕是自杀也是如此 但他这次坚决不会把狼姐交出去 毕竟是他曾经的恋人 晚上尼克来到奥森家 可家里空无一人 就在准备离开时 浴盆里出现了动静 一只猪妖缓缓从泥浆里钻了出来 尼克差点被吓死 原来奥森在洗泥巴玉 这也是猪妖特有的习惯 奥森表示是狼姐先杀了自己的两个兄弟 这次杀掉两个狼人也是正义之举 希望尼克能和自己联手一起将狼姐干掉 并且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猪妖和狼人之间的恩怨 和法律无关 话音刚落奥森神色一遍感觉不妙 刚拿起手枪一道黑影从背后扑来 狼姐和奥森撕打在一起 猪哪是狼的对手 没过几招奥森便被打倒在地 因为老罗的缘故 尼克并没有开枪 脑子里想到后腰是狼人的弱点 于是对着狼姐的后腰就是一下 疼得狼姐两眼通红 起身就要干掉尼克 不料被身后的奥森一枪放倒 尼克赶忙上前阻止 再一回头狼姐不见了 最终奥森被逮捕入狱 另一边老罗在翻看以前的照片 回忆着往日的幸福甜蜜 这时尼克打来电话 想让老罗帮忙寻找狼姐 就在此时传来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才发现狼姐已经走了 只留下一张相片 远处的森林里传来阵阵狼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